来自台湾大学的返乡服务队 日前来到水里郭校 进行四天三夜的熟悉夏令营活动 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 返乡服务地方上的小朋友 活动一开始 大学生们用活泼创意的短剧表演 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并增进彼此的互动 议员成熟会也特别立临现场 给予这些青年朋友支持及鼓励 在暑假期间 有很多家长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说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 没有办法花钱到安全班去上课 能够借由这四天的一个娱乐营 让我们这些台湾大学的服务团队 能够到水里郭校 来对这一百位的小朋友 做才艺上或者是学艺上的一个辅导 这是一个相当好 学友所成返乡服务的一个精神 我们是来自台大的 大部分都是南投地区 出生长大的小孩 那就是会办返乡服务营是希望 就是有机会为地方上的学弟学妹 做一份就是心力的贡献 那就是很感谢水里国小 就是愿意跟我们共襄盛举 那我们一定会就是努力把这个活动办到最好 那也谢谢就是议员的关系跟支持 水里国小校长周静可表示 到母校来带动自己的学弟妹 这是在整个服务学习的一个学生连结里面 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透过这样的活动 小朋友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楷模 那当然也从在跟学长学姐的相处当中 可以感受到青少年的活力跟智慧 每年都会就是寻找南投不同的就是国小 那就是进行评估 对然后就是找适合的学校就跟我们进行合作 那就是希望我们把资源就是平均分配 然后让就是各地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 就是享受到这种就是娱乐营的服务 感谢这些学友所成的台大同学 抱持着回馈乡你的精神 筹备一系列下令你的精彩活动 让小朋友们有机会体验团体生活 以及从游戏中学习 拥有一个愉快的熟悉回忆 民意情绪和宅宴 所以才马报到